罗马书的第十五讲 罗马书的第六章十到二十三节 今天又要讲一句 保罗是很出名的一句名言 保罗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有些人就问了 为什么不在律法之下 是不是等于可以犯罪 不在律法之下 是不是可以将所有圣经里面的律例典章全部抛去窗口以外 我们等一会就会来解释 究竟不在律法之下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首先我们都需要做一点点的回顾 就是在罗马书里面三至到五章是讲到清义的部分 什么叫做清义啊 就是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 好像刚才我们阿尼里姊妹那样接受耶稣基督 神就称他为一个义人 是不是 称他为一个义人 还将耶稣基督的义披在他的身上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是一个罪人 我们每一个人生出来都是一个罪人 当我们是有罪的时候 神是不能够是与我们和好 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 但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义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地位 神称我们为义人 为圣徒 但我们真正的属灵程度还差得很远 所以罗马书的六至到八章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怎样能够成圣就是能够越来越圣结 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三至到五章全部是神所做 六至到八章也都是神做 但我们需要与神合作 上一次说六章的头已经说过了 保罗说我们怎样能够活出新人的样式 成为一个新人 他一共是说了三点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呢 第一点就是知道 是我们脑里面的知识 知道我们已经是 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和祂的复活 第二点呢 是当看就是入到我们的心里面 当看我们已经是向罪死了 第三点呢 才能够是有行为将自己献给神 又有人会问了 喂 献给神 怎样献法啊 所以保罗在书第六章的尾 是告诉我们 同样是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 我们要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这个很重要 不是靠我们的行为 罗马书的六章十五节 第二点呢 我们现在已经是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我们在耶稣基督在主内是得到自由 罗马书的六章十六至二十节 还有第三点呢 我们就要结出熟灵的果子 我们要结出圣洁的果子 就是罗马书的六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 首先我们说第一点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罗马书的六章十五节 保罗说 这却怎样呢 我们在恩典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 有没有看到 保罗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在什么之下 在着恩典之下 有很多人误解圣经 那彼得也是这样说 在彼得后书的三章十六节 彼得说 保罗信中有些难明白的 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 与强解别的经书一样 就自取沉沦 的确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 就算今时今日 都有很多人强解保罗的教导 以至沉沦 这样我们是要很小心 有什么人强解保罗的教导 第一类的就是律法主义者 这些人说 我们是守律法 才能够被神救赎 才能够得救 他们还说 我们一定要守摩西的律法 任何人要成为基督徒 要行犹太人的国礼 才能够得救 这些人就是强解保罗的教导 在加拉太书的一章七至八节 那并不是福音 要靠行为得救 是福音来的 不过有些人搞扰你们 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全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诅咒 说得很清楚 是靠信心 不是靠行为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在罗马书的一章九节 也看到保罗有很相似的话 福音全部是神的恩典 不是靠我们的行为 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 都说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为什么保罗说不在律法之下 我们要明白 其实律法和罪是并存的 是共存亡的 我们怎么知道 高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五十六节 保罗说死的毒勾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有没有看到罪和律法是相提并论 罪和律法是共存亡的 所以保罗说我们在律法之下 我们就在罪的势力之下 当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就是代表我们不再在罪的势力之下 所以保罗说律法是叫人的罪显多 律法只能够是引出人的罪 只能够是引有人的罪 律法是不能够救人 神的恩典 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够救我们 所以当保罗说我们在恩典之下 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 因为罪已经失去了在我们身上的力量 罪已经是不能够再成为我们的主人 这个就是不在律法的意思 除了那些律法主义者 是强解保罗的教导 还有自由主义者 第二批人就是自由主义者 他们说什么 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我们就喜欢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甚至我们是可以去犯罪 其实不单只是教外的人 就算基督教里面的人我都听过 他们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保罗自问自答 保罗很喜欢自问自答 在罗马书的六章十五节 他怎么说呢 就可以犯罪吗 断乎不可 保罗是用了在希腊文当中 最强的一个否定词 就是meganita这个字 就是说绝对不可以 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 断乎不可 所以我们说的第一点 就是一切都是由神的恩典而来 我们要将自己献上 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已经是得到在主内的自由 六章十六至二十节 罗马书的六章十六节说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劳伯 信从谁就作谁的劳伯吗 或作罪的劳伯以至于死 或作信命的劳伯以至成疑 保罗讲得很清楚 在圣经里面的一个真理 就是犯罪是招致死亡 但是信命我们服从呢 是招致成疑 那经文是讲了一个主伯的一个比喻 如果我们信从罪 我们就成为罪的伯人 我们信从耶稣基督 信从义呢 我们就成为耶稣基督的伯人 记不记得在罗马书的第五章 我都跟大家是讲过 保罗说什么呢 我们要是归入亚当 要是归入耶稣基督 是吧 归入耶稣基督 我们就让耶稣基督 在我们的生命来作王 我们就能够得到自由 凡是归入亚当呢 就是让罪 让死 来到在我们的生命来作王 这个就是被捆绑 接受耶稣基督 就能够得到自由 只有两条路的 没有中间路线的 我们经常都说 有些人叫做骑长派 是吧 看看这边好啊 那边好 不够是没有骑长派 你一是就属于死 你一是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一个新人 耶稣基督也是在他的教导 曾经说过 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人 不是护者个就是爱那个 不是诵这个就是轻那个 是吧 《马太福音》的六章二十四节 我们在得救之前是罪的路红 我们是属于罪 现在呢 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 我们是离开了罪的捆绑 在《哥罗西书》的一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 保罗得说 你们从前与神隔绝 因着罪恨心里与他为敌 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 叫你们与自己和好 都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 无可责备 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 接受耶稣基督的人 都是得到主内的自由 脱离了罪的捆绑 这个就是保罗告诉他们 我们是得到了释放 刚才这姐妹帮我们选了一首新歌 《罪女释放》 这首歌 我以前都没唱过 但是和我们今天的经文是非常非常贴切 正是罗马书的六章十八节和二十二节 保罗所说 我们现在是成为一个新人 在罪里面是得到释放 上一次我都和大家说过 一个真正得救的人 是效法耶稣基督 是向罪死了 是吧 什么叫做向罪死了 就是向罪的公价死了 向罪的势力死了 被释放出来 罗马书的六章十九节也说 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热不法的作劳博 以至于不法 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而作劳博 以至于成 保罗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记不记得他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五节 叫自己做什么 他叫自己做罪灰 罪灰是什么 就是罪人之手 现在他摇身一变 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 要得到主内的自由 以至他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人 有人就会说 牧师你是不是还没睡觉 你刚才第一点才跟我们说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现在你又要跟我说要成圣 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 那是不是说行为 你一会儿又说是恩典 现在又说行为 哪句是真 其实圣经是很清楚的 以福所书的二章八至九节是怎么说的 你们得救是本乎什么 本乎恩 也恩着信 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由人自夸 是不是很清楚 得救是靠什么 是靠恩典 不是行为 经文说得很清楚 那为什么又是要我们成圣 你读经 你要读下去才行 你不要停在第九节 你就不读下去 第十节说什么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一个人得救 是因为他的行为 但是一个人得救了之后 绝对应该是有好的行为 成为圣洁 是不是 成圣 这个就是以福所书二章八至九节 应该说八至十节所说 是吧 所以 一个人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 但是当我们得救了之后 我们就应该是有好的行为 神会将我们的内心改变 以至我们外在的行为都会改变 我再说一次 是神使到我们的内心改变 以至我们的行为是会改变 甚至是会将他的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 时刻来提醒我们 要我们越来越似耶稣基督 要我们越来越圣洁 要我们越来越圣洁 喏 这个改变是由内至外 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也都是说得很清楚 当我们内心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外在的行为都会一样 在马太福音的十五章十八至十九节 耶稣说 从心里发出来的 这才污秘人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 有恶念 凶杀 奸淫 狗合 偷盗 妄正 既然耶稣基督说的是负面 但是我们也看得见 就是当我们心里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会发出来 但是当我们心里有正面的改变 我们的行为也会一样的改变 我也听过有神学家有学者说 一个人得救了之后 你未必是能够看得出的 甚至我也听过是有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 怎么说 有人说他们 喂 看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完全没有改变 这个人会怎么说 关你什么事 是我和神的关系 关你的事 我有里面的改变是你看不到的 喂 里面的改变会不会看不到啊 不会的 耶稣基督说 你的心怎么想 你的行为也都会一样的 是从心里发出来 所以一个人绝对不可以说 我真真正正接受耶稣基督 但是我完全没有行为的改变 这个是不通的 但你又要说 基督徒接受了耶稣基督 不是说我们永远不会犯罪 很多时我们仍然是会犯罪 甚至有时我们会遮盖我们的罪 遮盖我们的不服从 但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 他永远是会回来 是会浪子回头 就像路加福音的十五章告诉我们 记不记得浪子的故事啊 他住在他爸爸家里的时候 他希望找到自我 他希望有自由 是吗 他离开了他爸爸家里 拿了他应得的财产就走了 结果因为他有错误的欲望 以至他是被罪来捆绑他 成为了罪的牢符 最后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牢符 不单只是灵里面的牢符 而是一个真正的牢符 他成为一个喂猪的人 我们要知道犹太人多真行猪 原因就是 旧约说猪是不极的动物 所以犹太人不吃猪的 他们很真猪 你想想一个犹太人 沦落成为一个喂猪的暴人 他真真正正成为了一个暴人 他就是喂猪的时候 他心想我爸爸那么有钱 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喂猪 所以他就回到他爸爸的家 而真真正正得到真正的自由 浪子回头回到他爸爸的家 当他自己想寻找自由的时候 他被捆绑 但当他回到他父亲的家 他就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所以我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他可能有时会犯罪 但他一定会浪子回头 他不会继续沉溺在他的罪里面 有很多经文都是这样告诉他们 例如若寒一书一章六节 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 却仍在黑暗旅行 宙是说坊 不幸真美了 一个人说自己是接受了耶稣基督 若他继续在黑暗来行走 这个人不是一个真正相信的人 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 若看一书二章四节 人若说我认识他 却不遵守他的戒命 便是说坊的 真理也不在他的心里了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负面 走在黑暗里面 但一个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人 也有正面的行为 就是他会遵守神的戒命 还有呢 彼得也说了很相似的话 在彼得后书的二章十九节 他们应许人不以自由 自己却作败坏的劳博 因为人被谁制伏就是谁的劳博 有没有见到这节经文 其实和保罗所说的很相似 当我们仍然去犯罪 我们就成为了罪的劳博 但如果我们是遵守神的话语 被神的话语来陶造我们 我们就会越来越成结 成为耶稣基督的劳博 一个真正得救的人 是会慢慢慢慢 越来越似耶稣基督 越来越成结 刚才在罗马书的六章十七节 我们读经文的时候都读过 经文说 感谢神 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劳博 言今却从心里 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无范 有没有见到无范这个字 无范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无范这个字 原文希腊文 Tupos这个字 Tupos就是一个毛 有没有见过那些姊妹做cookies 做cookies有个毛 每个cookies都是一样样吸出来的 我们是给什么做毛 我们基督徒 是被神的话语来做我们的毛 是被圣经的道理来做我们的毛 保罗说真理的无范 无范是Tupos 真理这个字和合本是翻译成道理 但是在圣经新译本是翻译成教义 我们是给什么来做毛 是给神的话语 是给神的教义来做毛 以至我们每个基督徒吸出来 应该每个人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在提摩大后书的一章十三节 也有很相似的话 保罗说 你从我听的那纯正的话语的规模 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 上上手着 有没有看到这里是说规模 其实和无范这个字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一个模样一个模式 很多人我都听过 神学不重要 最重要是什么 我和神的关系 你们有没有听过 很多人都这么说 但是试问一个人 如果不认识神学 不认识神的话语 认识基督教的教义 能不能够知道神的属性 不能够 你不知道神的属性 你能不能够与神和好 没有这样的可能 所以千万不要说神学不重要 圣经的教义 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模 帮助我们能够认识神 帮助我们能够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我们其实出生的时候 我们已经被倒入的一个模里 这个是什么模 是属于撒旦的模 是属于罪的模 是吧 但是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 又从一个模 倒去另外一个模 就是神话语的模 就是耶稣基督的模 以致我们能够越来越圣洁 你听过有句话 说物似主人认没有 我们如果是属于耶稣基督 是祂的牢伏的话 我们是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保罗也有提醒我们要小心 既然我们已经被倒入耶稣基督的模 神话语的模 就不要被倒入这个逐世这个世界的模 所以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二节 保罗怎么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根深而变化 要将自己是献给神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是吧 但是我们要小心 不要被倒入属于撒旦 属于这个世界的模 做一个基督徒 不是说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喜欢相信什么就相信什么 我们是有一个模 是有一个模式 倒入神的话语里面 让祂的话语来圖造 来成形 罗马书的六章十六和十七节 两节的经文 顺服这个字一共是出现了三次 我们怎么能够顺服神呢 就是顺服祂的话语 在这个模里面 所以耶稣基督说 在《路加福音》的六章四十节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凡学成了的 不过和先生一样 有没有看到 当我们被倒入耶稣基督的模里面 我们就怎么样 越来越似耶稣基督 我们就是一个学生 学成了之后 是可以和耶稣基督一样 但是相信我们在世的时候 都不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越来越似他 耶稣基督也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五节说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所以不是说在律法之下 我们就不再需要遵守神的律例典章 我们一样是要遵守律法 我刚才说够熟 不是说神够熟了我们 给我们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喜欢怎么想就怎么想 其实在《约翰福音》已经有一个例子 就是神晓宇摩西 在《出埃及记》的第八章说 你进去见法佬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 用我的百姓去 很多人读圣经就停留在这里 就好像刚才我们读《以法所书》 停留在《以法所书》的二章八节和九节 就不去读第十节 因为第八节到第九节 令到我们有感动 所以我们就喜欢 第十节就好像没什么感动 停留在第九节 读这节的经文又是一样 神叫摩西去做什么 你说救以色列人出埃及 救他们出埃及做什么 出埃及记的八章一节说 用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 这很重要 神救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原因 不是说只救了你出来脱离了罪 这样就算了 是要救了你来到是敬拜祂 侍奉祂 来到是服从祂的话语 这个是神救赎我们的原因 那 在罗马书的六章十九节 经文说 我们以前怎样将肢体献给罪作劳博 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异作劳博 意思是什么呀? 我们现在有简选了 以前有没有简选? 没得简选 因为你在罪的帽里面 你正就懂得犯罪 所以你以前是没得简选 现在你是被二来到弱束 你在二的帽里面 是吧? 比德前书的一章二十二节也说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 结淨了自己的心 有没有看到 我刚才说我们的帽是什么? 是神的话语 是真理 是吧? 会形成什么? 给我们有结淨的心 当你在帽里面 你就会有结淨的心 比德前书的一章十八节也说 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 这个就是我上次跟大家说过 是吧? 在罗马书的八章十三节 保罗说 自死你身体的恶痕 是不是自死你的救我呀? 不是 你的救我已经死了 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 但是你现在的身体里面是有罪性 所以保罗说要自死身体的恶痕 我们可以重温一下我刚才所说的 有什么? 我们出生的时候在罪的帽里面 现在接受了耶稣基督 在数神话语的帽 在耶稣基督的帽里面 以前是捆绑的 我们不可以不犯罪 欲罢不能 但是现在我们是有简选 我们不一定要犯罪 我们以前的主人是撒但 是死 现在的主人是耶稣基督 我们的行为的改变是出于我们的内心 是神将祂的圣灵摆在我们的里面 帮助我们能够有内心的改变 以至我们能够活出新人的样式 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尾所教我们 我刚才也说过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 不等于我们不会犯罪 甚至不会说没有了罪的试探 没有了罪的人有 因为我们仍然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但是我们有选择不一定去犯罪 以前我们就没有这样的选择 但是也有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他们说 接受了耶稣基督 什么样样都不能做 群绑树 什么样都不能做真的不方便 我曾经跟一个人传福音 我问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他说牧师 你让我多玩一些 做了基督徒什么都不能做 很糟的 你让我玩够了 那我就接受耶稣基督 其实真正的捆绑是什么 真正的捆绑是你做罪人的时候 你欲罢不能 你只能够犯罪 但是当你接受了耶稣基督 刚刚相反 你是能够得到主内的自由 你是变了一个新人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是调转了 也有很多人说 咦 很多在世上不认识神的人 他们都有好的行为 如果你说内心改变了 以至我们有好的行为 越来越圣洁 是吧 哇 你们的基督徒 什么时候救那些佛教徒 什么时候救那些回教徒 说有好的行为 人家不知做多少好事 比起你们 但是有不同 喂 他们很多时候是靠自己来做好事的 他们不是做好事来取悦神 其实做好事唯一的目的是什么 要来荣耀神 我不管你是回教徒 你是佛教徒 你做好事 如果你不是荣耀万有的真神的话 这一切都是没用 就是好像以赛亚先知 他在以赛亚书的六十四章第六节他说什么 你做到最好 你的意义就是好像一块污蔚的布一样 我以前也和大家说过这块布是什么 我都不需要再说 你做到最好就像这块布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你做出来的不是荣耀神 保罗他自己都是一样 保罗以前是法利赛人 他是很熟悉神的话语 他是靠自己的行为 但是也是做到很虔诚 做很多好事 但是帮他接受耶稣基督之后 他说什么 他以前所做一切的事都好像奋土一样 这一个就是圣经所说 不是荣耀神的事 你做到最好就是好像一块污蔚的布 就是好像奋土一样 现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当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 给神的话语来到是无造我们 以致我们是不再去犯罪 有真的好行为 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义的劳勃 不单止我们说是一个外在 是有内心的改变 是真正发出内心的一个自由 我再说一次 是真正发出内心的自由 也是一个人第一次是能够得到自由 为什么我说第一次得到自由 以前在撒旦的帽里面没有自由 被捆绑 当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 是不是第一次得到真正的自由 以致我们能够描损我们要做的事 有很多人说 不在律法之下 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事 我们可以犯罪 可以做很多错的事 喂 你会不会这样做 你以前一生都是在做这些事 当你在罪的帽里面 在撒旦的帽里面 现在成为一个新人 你又去做这些事 不会吧 你现在有自由是做什么 是做正确的事 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 一个人得到自由 不是去犯罪 不是去做以前错的事 而是一个人真正有自由 去做正确的事 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捆绑 被罪捆绑是很辛苦的事 就好像有一个故事 就是有个姐姐和他的弟弟 弟弟叫做Johnny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两子弟去探爺爺妈妈 去到农村那里 爺爺很疼Johnny 帮他做了一个丫叉 那些丫叉可以弹石仔的呢 给了Johnny来玩 和Johnny说 你不要对着人 不要对着动物来射 会伤人的 你对着死物来射 Johnny头头就拿着丫叉 射树木啊 石头啊 罐头啊 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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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埋了那隻鴨 神不知鬼不覺沒人見 回頭看見姐姐笑笑口看著她 大件事了 被姐姐看到 那天晚上 阿嬤跟姐姐說 你幫我洗碗吃完飯 姐姐說 今天Johnny想洗碗 Johnny看著姐姐很生氣 姐姐就跟她說 記不記得你做了一件什麼事啊 Johnny說 是呀 我很想洗碗 就立刻去洗碗 第二天 阿嬤又叫姐姐說 你幫我煮菜吧 姐姐又說 Johnny仔很喜歡煮菜的 其實 Johnny又去煮菜 如是這一個星期被她的姐姐拆來拆去 成為她姐姐的牢伯 捆綁住她 到最後她實在忍不住了 她跟媽媽說 是我殺死了你那隻鴨 媽媽說 我一早就知道了 我在窗口看著你射死她 我又看著你撞了那隻鴨 我就是看你什麼時候被你的姐姐撒弄你 被你的姐姐約束你 約束了什麼時候你才來跟我說真心話 才能夠表白而已 這個就像我們一樣 我們以前都是被罪捆綁 欲罷不能 現在成為一個新人 我們不可能走回頭 走去做錯的事 走去罪的裏面 我們成為一個新人 就像Johnny一樣 當他認罪悔改的時候 他就能夠成為一個新人 有新的生活 有新的生命 不在律法之下 是不是可以做任何事 不是 我們剛才說了 不在律法之下 我們就可以由真正的自由 來到做正確的事 這個是真真正正靈裏面的釋放 是吧 所以一個人在恩典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 其實是告訴我們什麼呢 不是讓我們權力去犯罪 是讓我們力量去犯罪 這個很重要 我再說一次 一個真正得救的人得以自由 不是讓我們權力去犯罪 而是讓我們有力量去不犯罪 羅馬書的六章十九節 說你們從前怎樣將肢體 獻給不潔不法的作勞博 以至於不法 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而作勞博 以至於食 不潔不法 以至於不法 不法這個字 就是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七章二十三節所說 記不記得耶穌基督怎麼說 我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些作惡的人 離開我去罷 作惡這個字就是不法這個字 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們要很小心 未接受耶穌基督的人 是被倒在樹墜的墓裏面 以至於滅亡 我們現在是被倒在異的墓裏面 以至於成性 越來越像耶穌基督 能不能夠完全像 不能夠 我們只要仍然在我們的身體裏面 我們仍然是有犯罪的傾向 仍然是會犯罪 Martin Lloyd Jones 我上次跟大家說 是一個我很喜歡的解經家 他說 他說我們以前是 將我們的身體獻給罪 以至於我們越來越差 但是現在呢 我們將我們的身體獻給意 獻給耶穌基督 以至是越來越像耶穌基督 所以 我們的母是怎樣 我們將來 亦都會變成怎樣 講了兩點了 就是講了 我們要將自己獻給神 我們首先要知道 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第二點 我們在主內是有自由 有自由選擇去做正確的事 是不是 第三點呢 我們是要揭出 熟靈的果子 聖結的果子 在羅馬書的6章21節 你們現今所看為羞恥的事 當日有什麼果子呢 當我們是造罪的勞服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果子可以自誇 沒有聖結的果子 沒有聖結的果子 但是有很多羞恥的果子 我們可以誇 我聽過有很多人誇口 嘩我又騙了人家多少錢 嘩我又和多少人上過床 有關發生關題 嘩 當我們未接受耶穌基督的時候 這一切都成為了 是我們的成就 成為了我們的果子 是嗎 但是不是屬靈的果子 當我們接受了耶穌基督之後 這一切都變成了羞恥的果子 在樹 不救了之後 很多人是 講見證 我聽過很多人說什麼 以前他們怎樣嫖塌 飲催 以前做了多少壞事 這些就是以前羞恥的果子 羞恥的果子 我們將羞恥的果子 以當為自己的榮耀 但是現在呢 我們是希望 結出 屬靈的果子 來到是榮耀神 是吧 羞恥的果子 是榮耀自己 但是我們有屬靈的果子 是要來榮耀神 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是 有自由 來到是 做正確的事 我們還會不會 回頭 不會回頭了 是吧 如果你繼續堅持 繼續堅持要走回頭 就是死路一條 你說 喂牧師 你是不是告訴我一個 一個基督徒 會失去他的救贖 我沒有這樣說過 但是一個基督徒繼續犯罪 真的是死路一條 我們等會回來看這一點 如果我們有一個主人的話 我們幫他服務 是會得到什麼 是得到公知 是吧 在羅馬書的六章二十三節 保羅告訴我們 我們 是 罪的 是撒旦的 薄人 我們的公知是什麼 我們的公價是死 罪的公價是死 是嗎 而的公價呢 是永生 是聖結 非常之不同 在過去生活的當中 我們結出了 很多羞愧的果子 現在在耶穌基督裏面 我們結出 荣耀神的果子 帶給我們 喜樂 帶給神 同樣有喜樂 我剛才說 如果我們是基督徒 我們繼續犯罪 是死路一條 這個不是我說 你說 難道基督徒 繼續犯罪 都會死嗎 你看 約翰一書的 五章十七節 經文說什麼 有一種叫做 致死的罪 致死的罪 你說約翰一書 五章十七不是說我們 是說非基督徒 致死的罪 他們不接受耶穌基督 就是致死的罪 不是 約翰一書是給基督徒的 是基督徒的 試金石來的 約翰一書 不是你再看 哥林多前書的十一章三十節 說什麼 當神給基督徒管教的時候 保羅說有很多軟弱的 患病的 死的也不少 神的管教神管教基督徒可以令人致死 在舊約有一個的例子是誰 是參孫 記不記得參孫不服從神 信蟲肉體的私欲 結果導致死亡 你說參孫 不是一個得救的人 所以他就死了 是不是 不是 如果你看看希伯來書的十一章 參孫是一個 信心龍虎榜上 榜上有名的人 是不是 因為他的叛逆神是使他是去世 給他來去世 是不是 新約都有例子的 使徒行轉的第五章 記不記得 有阿羅尼亞和薩菲拉 他兩個人說謊 說自己已經捐了錢出來 其實他們沒有 是不是 咦 你說阿羅尼亞撒菲拉不是基督徒來的 你看清楚一點 聖經說有聖靈在他們身上 他們欺騙聖靈 所以一個基督徒 如果你繼續拒絕 將自己的身體交給神 你用你的肢體來犯罪的話 神是可以管教你 甚至是可以是拿了你的命 讓你回到天家 早點離開這個世界 回到天家那裏 好在這裡獻世 好在這裡做 不好的榜樣給其他的基督徒 神絕對是可以這樣做 在羅馬書的六章二十二節 但現今你們既從聚女得了釋放 作了神的勞博 就有誠聖的果子 那結局就是永生 這裏保羅說什麼 我們從聚女釋放了出來 就是和剛才那首詩歌一樣 是吧 大衛他在樹訓悔的詩歌也有說 在詩篇的三十二篇第一節 得赦面其過 遮蓋其罪的 者人是有福的 大衛所說的 就是一個人 如果神沒有將他的罪歸在他頭上 這個人是有福 但保羅在羅馬書的第六章 說什麼 不單止神沒有將我們的罪歸在我們的頭上 反而還幫助我們脫離罪的捆綁 以致我們在罪中釋放出來 我們不需要一定要犯罪 我們有選擇 我們有自由來做正確的事 我們是不是更加有福 這裏雙本的福氣 比大衛的詩歌中所說的是更加有福 羅馬書的六章二十二節所說的 熟靈的果子 聖結局果子 和羅馬書的六章二十一節 我們剛才所說的羞愧的果子 是很不同 是嗎 加拉太書的第五章 還有 很多其他的果子 記不記得 在加拉太書的第五章 講出九種熟靈的果子 人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 良善信實 溫柔節制 但是很重要的是什麼的果子呀 是聖結的果子 是加拉太書五章所報告 每一個真正屬神的人 接受耶穌基督的人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們都應該有聖結的果子 聖結是神 最榮耀的屬性 我再講一次聖結是神 最榮耀的屬性 所以 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有聖結的果子 以致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會流露出 神的屬性出來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要越來越像 神 越來越像耶穌基督 一個人不可能 叫自己做基督徒 而在他的生命當中 完全找不到聖結的果子 記不記得耶穌基督在 無花果樹那裏找果子 是嗎 耶穌基督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 同樣是找果子 不是說每個人的果子都是一樣 有很多人可能 耶穌基督要在你的身上找很久 甚至找了很久才找了一顆 好像皮子乾那樣的聖結的果子 但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 一定是會有聖結的果子 無論是多小 無論是要找多久才能找到 每個基督徒都應該有 羅馬書的第六章最後的一節經文 就是羅馬書的六章二十三節 因爲罪的公家乃是死 惟有神的恩慈在我們主基督耶穌女 乃是永生 有沒有這裏給我們見到有很強烈的對比 有生和死的對比 死是怎樣 這裏所說的是永遠的死 羅馬書的六章二十一節 講到生呢 羅馬書的六章二十二節 亦都是講永遠的生命 是永生 有很多人認為 我不接受耶穌基督 死了就是一了八了 不是的 你不相信的和相信的都有永生 差在你在哪裏過你的永生 所以在聖經裏面的教導 生和死的量 量不重要 量是什麼 有多久 因爲都是永生 所以量不重要 但是質很重要 質就是 到底你是永遠與神同在在天堂 還是你永遠與神分開 在地獄 所以講到生和死在聖經裏面 質是很重要 量反而不重要 在羅馬書的第六章 保羅講出了一個規律 這個規律是什麼 罪的公价就是死 公价是什麼 就是報酬 我們 幫一個主人做事 我們所得到的報酬 當我們為罪為撒旦來做事 我們不接受耶穌基督 公价就是死 永遠沉淪的結果是什麼 是因為 我們賺回來 是我們賺回來 因為保羅已經說了這個規律給我們聽 其實這個規律 和地球上其他規律都很相似 地球上還有什麼規律 地心吸力 如果你走上高樓大廈跳下來 你走下去跳到懸崖那裡 你知道什麼事會發生的 因為這個是地心吸力的規律 是吧 保羅現在已經告訴他們 罪的公价就是死 當我們 得到永死的時候 當我們得到永遠沉淪的時候 你能夠怪誰 怪你自己 因為罪的公价是死 是你自己賺回來 但是如果你接受耶穌基督得到永生 是不是你賺回來的 不是 保羅說什麼 是恩賜 有沒有看到這個分別 如果你得到永死的審判 是因為你賺回來 如果你得到永生 是神的恩典 但是也有人會說 喂 神不是愛嗎 不是應該赦免所有人嗎 如果神不赦免罪人 祂還是神來的 祂還是可以說自己是愛 但是 如果神真是赦免所有人 我們都是罪人 是吧 但是如果我們是罪人 我們不接受耶穌基督 接受耶穌基督的人 就有耶穌基督的義披在我們身上 祂替了我們 但是如果我們不接受 神能不能夠赦免我們 不能夠 如果祂赦免我們的話 祂就不是公義的神 祂就不是信實的神 是吧 所以我們不能夠把神的屬性來分開 是祂是愛 但是祂也是公義 祂也是信實 結束的時候 我們一起來看看 今天我們是說了 其實是保羅的一個福音 是吧 但是這個福音也挺難 挺難近的 保羅說什麼 罪的功架就是死 如果你是得到永死 是你賺回來 但是如果你接受耶穌基督呢 你能夠得到永生 這個是神的恩典 跟我們走去傳福音很不同的 我們傳福音是怎麼傳的 信啦 來吧 信啦 好好的 試一下 不行也試一下 神會祝福你的 神會保守你的 如果你真正接受 是吧 寶羅呢 罪的功架是死 是吧 跟我們傳福音真的很不同的 我們可能會是 引到很多人來是相信 但是是不是真正的相信 這個很值得我們去思考 啊 寶羅說得很清楚 他傳福音的時候 是你們要計好成本 當你接受耶穌基督的時候 你就要願意給神 從罪裡面拜領你出來 越來越聖結 是吧 沒有另一條路走的 寶羅不是說 哎呀 第一條就這樣 第二條 第三條 不是的 你要計算好成本 是吧 一就一二就二 耶穌基督不是在找一個人 願意將他放入我們的帽子裡面 放入去罪喪又去撒旦的帽子裡面 不是的 你不要以為你的生活加多了耶穌基督 你就是接受了耶穌基督 完全兩碼事來的 耶穌基督是要我們願意跟我們的舊主人 say bye bye 跟撒旦 跟罪say bye bye 以致是接受他 我們的舊我跟他一起同聽十字架 我們的身我跟他一起復活 耶穌基督是在找這些人 如果你還沒接受耶穌基督的話 你願不願意接受耶穌基督呢 我希望你是願意 願神祝福他自己的話語 讓我們低頭討告 主要我們感謝你 感謝你給我們有 羅馬書的第六章 讓我們看到你的話語 罪的功架就是死 但是如果我們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的話 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 不是因為我們做了什麼 但是一個真正接受耶穌基督的人 我們就會有好的行為 這個行為是由內心來改變 以致我們能夠成聖 以致我們能夠變得越來越似耶穌基督 越來越聖結 將一切的榮耀重贊歸給你 我們這樣的討告 服著耶穌基督的命而求 阿門 暴霸 傑基督的命 議員 有